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仆百姓来出题 菜灯迷谁能更胜一筹 越高越好就越小越哪个 曹雄汪姐来之招 教你如何延后健康清偿 就是 tongue 小鹽肥变了自己的 咱们尝一尝三眼 好 这个太好了 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文可党黑 本节目由 为乐口腔赞助播出 再忙也要关注口腔健康 本节目由 大莲张奶奶海参赞助播出 吃海参就找大莲张奶奶 本节目由 万商玉博会赞助播出 同事宇荣这里省更多 那今天我们聊哪个区呢 全国人民也都很喜欢 真的耶 因为有全国著名的 世界著名的景点 是的 而且我们的车们在落掉 而且一到节假日 人山人海 嘎嘎不紧急 是 我再来想了 大老鼠林桑往骑趟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青浦区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两边的队伍了 这个区内队 我很怀疑你们对青浦 真的了解吗 是 尤其我看到了 熟悉的面孔 熟悉的面孔 欢迎你 能量的一杯青浦区了啦 我记得从小就对青浦 特别对资格国影响特别深 为什么 他他阿公 老是我们的福德平公司 一日是资格国的白日子 最后手顶先问他 哦 后来他阿公特效 他他娘就顶替 他娘就等了资格国 他娘就等了资格国 结婚了酒妈资格国卫生语 他娘就能养了资格国 所以我小的 我经常到资格国去了 我老后是资格国压道的 就是受那个老四郎 这插门逼了 天空帮这个机会 他有个这个 就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就是江峰一会儿 跟鬼卷拉好了 你也有浪漫的一面啊 看不出来 就看不出来 所以小时候那个不叫浪漫 小时候这样的生活 就叫接地气 对对对 照着来 嗯 那我们调位 来 荣若欢迎 大家好 荣若是哪里面 父亲是北方人 但是我妈妈是上海人 从小在南方长大 所以其实还是 吃着南方的饭 喝着南方的水长大的 还算是上海人 对 但是呢 当时让我跟我说 我跟青浦的渊源 我想了想 左想又想 因为我住在敏航区 但是呢 我儿子在青浦区读书 你好像应该住在那里的嘛 对 但是由于他在青浦读书 我就搬到了他读书的地方 我也就住在那了 你现在住在青浦 对 就是国家会展中心这一块 那算是青浦区那对 对吧 对 第三位 王彼得 好 其实说到青浦区啊 首先第一点 因为我会接受很多的这个快递 所以他们说 快递很多的中心都在青浦区 中转吗 对 中转站 是的 是的 第二点 我觉得我的下一个人生目标 就是青浦区 五九号到青浦码头 变子 如果买到别墅 住在青浦区 听说环境特别好 是 环境特别好 这叫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陪着老婆喝喝茶 是不是 看看自己家的小院子 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小桥流水真好看 我这次去了之后 而且你知道吗 很多别墅是依着小桥流水造的 这么漂亮 现在这个青浦是大家居住的向往 好 我们来看一下区外队 来 欢迎 专门老师 这个我对青浦了解的还是蛮多的 虽然我是区外的 因为我原来的都是去玩 就是有很多这个二外的朋友 我说我是二外基地 就是这个外省市跟外国来的朋友 我都把他们带到这个青浦区 而且呢 我是根据他们的行程 你有半天 我给你安排半天的行程 半日游 你有一天 我给你一天排得特别满 从早到晚 青浦呢 我有很多的朋友 现在都在那里上班 因为现在那里有很多的产业 还有很多世界五百强的企业 那例如这个中国 我们现在还有名有名的运动品牌 安踏 它的这个总部也在那儿 现在呢 这个华为的这个研发总部 也是在青浦 温达夫就一笔打六甲了 我换位置的 我换位置的 庄原老师 你是不是最近调到青浦区 文化旅游局去了 来 我们第二位 汪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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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们往不去吗 往不去吗 我来到这边的房地里 你亲吴呀 青浦有了咖啡的样子 有个龙手的样子 从小马来自家过来上 这些什么 这个也得起来 自家乎也自户的吧 你怎么最漂亮的这姑妻 是吧 有干好吗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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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能够放在那里 这边的地方 这边的风就放 就放 就放 放在 放在 放在下来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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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跟虫女话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这边的风就放在那里 就放在那里 就放在那里 青浦呢 我刚才是叫我 擦那么一滴滴 我说车里面 对不对 这边的风就放在那里 就像我刚才做 青浦的地方 我都放在那里 各无所 好 感觉这一队很厉害 青浦有什么车 火车啊 青浦有什么车 青浦有什么车 有什么车 对不对 街上都有 我整个那个中小 第一百百年 老大三个 都放在那里 这车老已经 很有风味的 有灵感的 有灵感的 好 接下来韩鹏 韩鹏是山东人 欢迎你 南高音歌唱家 是 我是住在徐慧 工作在静安 经常往青浦 因为我是 已经来上海 已经快20年了 所以已经变成一个 新的上海人了 可你普通话还这么标准 是怎么做到的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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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第一次听你说上海话 是 不太讲 我只会讲三个字的上海话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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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青浦给你什么样的印象 对青浦的印象 还是去玩 去猪家脚 然后去吃喝玩乐 然后下午经常去青浦那儿 可以晚上吃吃农家菜 然后去檀顿的水乐坊 张军的牡丹亭去 带朋友去看看 但是今天歌唱家到现场 无辜的把听一亮一嗓子 我来谢 尤其元宵节 要提供我们节目的印象 我觉得应该这样 在我们节目 这期节目结束的时候 他嗓子也开了 你知道这个时间点 早晨让一个歌唱家唱歌 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这才是考验他和其他偶像 跟爱豆之间差别的时刻 韩康 孟美芳 这就是嘴咎了 这就是嘴咎了 我刚要说你最专业了 我刚要说你最专业了 我们唱两句月亮的歌吧 好 元宵节之妙 那要唱几句望月吧 望着月亮的时候 常常想起你 望着你的时候 就想起月亮 月亮抚慰我的心啊 你的泪水 凝视了我的月亮 好 还好 还没开 怎么了 又是再开一开 这个后天是采样 不够了 不够了 好 那今天一开场就特别欢乐 所以我们第一道题目这样吧 我们就进入你敢挑战吗 也让大家欢欢乐乐 先庆祝一下过元宵 是的 本环节是由韦乐口腔赞助播出 韦乐挺你敢挑战吗 当然我们在亲府呢 还有很多达人 我们掌声也欢迎一下好不好 欢迎你们 好 那么这个欢欢乐乐过元宵 我们要吃汤团 还要干嘛 猜灯迷 猜灯迷 那猜灯迷今天在现场 就作为烤题出给大家 而且呢 这个烤题都是用 青灰舞钢 有青灰舞钢 有青灰舞钢 青灰舞钢 有青灰舞钢 每逢元宵结石 百姓致迷 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 共人猜 因为谜语能起敌智慧 又饶有兴趣 所以受到了 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那今天 这四位亲户的朋友 又会带来什么样 有趣的灯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我们四位嘉宾 你们特别从亲户感来 首先欢迎你们来到市区 欢迎你们 谢谢大家 那三名试客都是开始好吧 我们来日清福剧 今儿城 叫夜清美 夜大姐 能好 能我猜的等名字啥 越多越好够 越小越难够 越低越好够 越燃越难够 年里没好够 压力更难够 哇 好好听哦 对 那唱戏一样 压力更难够 你唱了没好听啊 唱了没好听啊 唱了没好听啊 这么没好听啊 好 起亮提板 你们不说不知道吗 不是 我们 我是在最后的时刻 灵光乍现 对 就那么一炸 就那么一炸 有没有回答正确 对吧 对 对 好 这样 接下来两队啊 各出一个代表吧 这个灯迷 按照清普话来一遍 来 走老师 走老师来 越多越好够 越小越来够 越多越好够 越多越好够 好样本子可能吧 越少越来够 好的 上次也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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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是第一个灯迷 谢谢 谢谢大家 第二位 你来自哪个镇 介绍一下 我们来自清普市李大镇 练堂镇 我们叫李芳 李芳 李大姐 你的灯迷是 一区 落洋洋 江区 落洋洋 发开后 择结构 哪一个什么 植物吧 两队 请作答 好好好 三 二 一 交回 来 第二 第二次了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里面是 三 年来特别 高女 愈刻乐莺英 江区乐任人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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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白 好 我们第三位 你来自 我的标准之家公园 我姓老 叫老师妹 你今天的灯迷是 一吟来都不 听清楚了 大家听好 好 来 愈刻想着公 减减两头空 随着没策了 这批东西乱不重 说得了 好 可以了 来 我们三 二 一 亮几番 有道理个 你还真是挺聪明的 有没有回答正确呢 对吧 有道理个 恭喜亮队各加十分 我们也来看一下迷面 王彼得 来一边 鱼鱼羊的狗 尽鱼两头痛 随着没人家 这批东西乱不重 对对对 神似 神似 好 我们最后一位了 来 介绍一下 我的庆部区 帮我讲草莓语 您的这个迷面 您的名字 小龙来自一只羊 结束了 小龙来了一只羊 草莓 请亮几番 他这个字写错了 他写着草草 我是草树 我来盖一次好了 盖一次更加友会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 护语专家 护语专家 钱短容老师 欢迎 谢谢 这一刻五张得 一刻五张得 这刻一刻还是五张得 这不就是五张 九是五张呀 鞋音的名字 鞋音的名语 鞋音的名语 五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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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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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来说一说了 你刚才说了 对 这个发了母的 九 九就是了五张得 张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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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我跟九 挺亏五张得 我刚才唱歌 你刚才唱歌 跟个草莓子一样意思 全场最幽默的 其实全场 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轮两边的得分 其实就是打平了 乐嘉实分 是 再一次谢谢 谢谢你们四位 辛苦的朋友 谢谢你们 也祝辛苦的朋友们 元宵节快乐 特别感谢刚才的 辛苦达人们 因为明天就是元宵佳节了 给我们的现场 带来了很多元宵的气氛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了 给亲府元宵佳节 吃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对 我们要进入 我们来看第一道题目 亲府当地 在元宵节 除了吃元宵 还会吃上一碗羹 你们知道 这碗羹在当地的名字吗 这碗羹我们今天带到现场来了 看一下 是我们大家看一下 传阅一下 这里像一个汤 很奇怪 很奇怪 因为你看着像咸的对不对 但有枣子在里面 又好像是甜的 而且还有汤圆 对啊 还有汤圆 对啊 传阅 好瑋更加上的 汤圆 汪姐一看可能就知道了 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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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队 来 请亮几板 八宝团圆圆子羹 或者叫圆子羹或者叫团圆羹 对 八宝羹 又是什么类似了 你看 题目上有羹这个字的 我想了半天 实在想不起来 有没有回答正确呢 我们今天有请到了罗伯伯 跟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这个 fishing跟我们没有 谢谢 我的人手要吃五毒杆 就是 现场的嘉宾 除了这汤团人人都要吃之外 还要吃些什么 在你们家有什么特别的 风俗习惯吗 汪姐 你们家有什么特别的 不是 你说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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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它煮辣度 那麼就是這個 努米蜂子有感覺 有什麼感覺 石母蜂 石母蜂 我以前從我們開始 努米蜂子 在老實在那裡 努米蜂子 一個個努米蜂子 一個努米蜂子 一直給它開來 用醉醉醉醉 醉醉醉的不米蜂子 是 這可能啊 對 一天就開始 剝菜一下就開來 所以老實在有感覺 韓鵬 山東人過元宵 有什麼風俗 山東人會吃一個就是 我記得是吃一個 豆腐餡的餃子 豆腐餡 元宵節吃嗎 對 因為它是 討一個好彩頭髮 就這一年都是福 就煮一個 豆腐餡的餃子 我記得我小時候吃的時候 我爸跟我說 一定要吃雙數湯圓 其實剛好試成雙 對的 有沒有兩次 有沒有四次 有沒有六次 不好吃 我們家因為是南北方 我知道南北方 湯圓和元宵 其實是不一樣的 元宵它 它是搖出來的 對 就像一個大的那種 篩子一樣 它是拿那個粉搖出來的 不是裹出來的 對 然後我們說的湯圓 湯圓 湯圓 是包出來的 對 因為北方 他們都吃的元宵 對 所以現在看我們節目 正好準備好 明祖作文和前元宵 以前都這樣啊 正月十四的晚上 包湯圓 十五來吃湯圓 對 明天早上 一定要吃湯圓 好 我們來看下一題 在清浦元宵節 還會有個老傳統 請問是一下哪一個 A 走三橋 B 趙田財 看這個題目 好像都不太懂 是什麼意思 請亮提板 為啥呢 因為我們覺得 剛才說到清浦 打登米裡面 清浦橋最多嘛 那這個裡面 跟橋有關的 就是走三橋 我們是從這個角度 來判斷的 聰明嘛 走三橋 就指走三座橋嗎 老早有水頭 就咕咕橋了 咕咕橋 就在什麼 咕橋代表什麼意思啊 老早要小女孩 出來沒人 有大姑娘 誰把我去咕咕橋 對 對 你這上海不出來 你這個 你這個 然後自己來剛剛 走三橋 從頭到封閉就好了呀 鱸葡萄就 你對 就這樣 除藝啊 隨意啊 對 三橋跟我們母就 有個親父滿月 一剛才也在家 他們跟我們生孩子滿月 是不一樣的 他們就是在這個 過年過元宵節的時候 結果就意味著 以後這一年 你會走得很順利 你會走得很順利 以來這就要走九 可以看 就走九壺 你都走的嘛 你語笑對不對 在上海 其实各个区的元宵习俗 也会不同 在青浦 每到元宵节 便可远远望见男女老少 手提灯笼 口念祈福词 从桥上走过 祈求新的一年平安康乐 而这走三桥 对桥的名字 还要有一定的要求 一定要吉利 金泽镇的普济桥 营祥桥 万安桥 朱家角镇的放生桥 永峰桥 泰安桥等 都是老青浦 走三桥长去的地方 而元宵节在崇明 也到了过年的最后一个高潮 那就是赵田财 农民们在自家田头 用街杆砸成柴吧 一边点燃舞动 一边高喊着 田财 田财 大价发财 好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刚才说到的像走三桥这个习俗 其实不是很多上海人都知道 像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习俗 那是拉兔子灯 我们小时候都自己做兔子灯 然后自己这个马路上拉来拉去 现在你们还拉吗 现在小孩也有 但现在兔子灯好像已经与时俱进了 装那个拉兔灯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那时候是我爸做的 我那时候特佩服我爸 他那时候做的兔子灯 就是拿一块塑料的那个板 然后拿那个象棋 四个木质的象棋 做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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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间那个轴呢 是拿那个自行车的那个钢签 然后这个把它烧过了以后 穿过去 然后里面它上面是拿竹子扎起来的 外面在壶上那个纸 可是开始别人的都是放蜡烛 对 但蜡烛有危险你知道吧 容易那招 倒了以后就会 就会一下就烧没了 小孩子特别伤心 然后我爸就弄了两个 以前叫旅行手电筒 对 手机的 就是小小的方的 就是旅行手电筒 他拿那个胶布 粘在里面 两头 这样两头都亮了 所以我一定是特别佩服我爸 觉得这个也能做出来 那么高科技的 老子扎头子灯 拿着要那个子灯 挤得一条条 对对 他很猛 他那轻步去了 原小姐就像我的一个习俗 就刚要去放牙服 放牙服 就刚去烧毛虫 这几个人有空调道理了 因为根本是服烧了 就从不回嘛 从不回无敌 就是刚刚底下 为她比较了 对对 所以就刚刚阿拉里大阁 这个女小姐 她不像兔子灯一眼 要放牙服 放牙服 阿拉里这刚刚刚刚 跟我们这耳朵大阁 听得懂了 听得懂 听懂了 你也拉兔子灯吗 原小姐 山东拉兔子灯吗 山东也 但不是兔子灯 是那种挑着的那种 都会拉着走 对 都是家里做那种 就像宫廷寺里面的那种 对 也是那种款式的 好 我们来看再下一题 青浦一直被称为上海之源 在青浦就有好几个 著名的考古现场 发现于1957年的松泽遗址 就是其中之一 那你知道以下 哪些重要的遗迹 是在这个遗址里 被发现的吗 A 上海第一人 B 上海第一道 C 上海第一井 D 上海第一词 这是多选题 多选题 多选题 好 这边写B C 这边写A B C D 好 那么你们这儿先说 看你们选了两个答案 第一道第一井 为什么呀 我看都是汪姐在指挥啊 对的 对的 好 来听你们的为什么都是 这套题 因为当时我做青浦专题的时候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松泽高架 然后说松泽高架 我特地还查了一下 为什么叫松泽高架 就知道了这个松泽遗址 它的历史太有久了 我查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它就从新石器时代 就开始有这个遗址了 也就是说 那我想吧 那你新石器时代 那肯定有人嘛 没有人拿来这些东西 那肯定有人 那有人你得吃吧 要吃肯定有到 那人到喝水吧 那个有井 然后关键是在那个遗址 好像还挖掘出很多 什么少量玉器和瓷器 所以我觉得ABCD 好像都沾边 对 人家可是查过资料的 那这个我们有点 有点 有点不一定 有点不客座的瓷器 好 许老师来 请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BCD是不对的 因为当时是没有瓷器 只有淘气 要补充下去 就是刚刚这个松软 松软是左媒体 那上海最老的发育 这个有年的地方 所以清泊的事实上 最最老就最老 1900年转过来 上海这个松软这个地方 就发育了摩扎班文化 离开到以来 就有六七多年的事 所以刚上海的第二个年 就是来了这个松软发育 而且这个地方 就是已经种到了 非得种这个甘米 而且还做到这个交代的西米 所以它那里面 所以它是羊 西米 羊 西米 跟羊 对吧 对 所以现在 五十字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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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当地人工具有了 非得两次而且还有 第一个村落 第一个王子 所以就第一口策 每个地方 好 谢谢陈老师 谢谢 大家知道什么 应该选A B C 两边漏选 多选 都不对 不能加分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一直说清泊是江南水乡 请问清泊却到底有多少个自然湖泊 上海一共有四十个湖泊 根本在清泊有多少 有多少个呢 有没有很多 哪一队更接近正确答案 就可以加分 好 我们三 二 一 两次贷 二十五 很接近 我真是 我真是 根本没胖子 即使你们很接近 但也有人对也有人错 为什么大概区间会写这个数字 因为是我跟他说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清泊 有特别多的自然湖泊 我感觉上可能二十五还不止 好 这边为什么写这个数字 因为我晓得清泊 我帮要做阿拉撒黑也不一样 所以我帮你加了做下年了 就大概高女为他下年 加了就下年了 好 那大家都写了这个一半以上 其实这个思路是对的 正确答案应该是21个 我们赢了 我们就赢了那一点上 我们就赢了那百分之一 对 就这一个湖你们就赢了 终于有十分了 好 恭喜 七万队可以加十分 那么我特别想补充 因为这是新晋发生的一件事情 2020年的1月1日 青浦花了三年半时间 打造了环城水系公园 它全程贯通了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 环城水系公园的照片 它以独具区区庭的设计 构勒出了一条魅力的 水城金腰带 把水系打造成一个独具水箱特色 兼顾历史文化特色的一个景区 所以是集生态水景 健康休闲旅游与一体的 就很值得大家去 影片看一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这是到录像题 当象征幸运的四叶草 落植青浦的时候 就意味着青浦必定会走上一条 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金博会的召开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落地 使得世界目光聚焦青浦 青浦已从上海之源 跃升为上海之门 在上海进一步扩大 对外开放过程中 发挥重要作用 金博会已经成功举办两届 那金博会的全称到底是什么呢 全称是什么 请作答 这个荣荣应该很有发言权吧 就在家门口 对 你们有人去参加过金博会吗 有 有 顾嘉宾有去 对吧 我金博会两年我都去了 19年我是跟东方卫视一起去体验 就是我们最好吃的一些进口的食材 包括一些牛肉 还有进口的咖啡 包括西班牙火腿等等 都是在通过我们两年的金博会 使得我们国内的人可以 就正儿八经名正言顺地吃到很多 最最新鲜 最最好吃的进口的食材 所以金博会它能落户在亲谱 我作为一个亲谱人也是感觉到是非常的骄傲 这还真是亲谱人的骄傲 因为它成为了长三角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有待 来 请亮击板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各家学 那你们谁去过自己草的场馆吗 高原去过 我去的太多了 一个是带朋友去参观 对吧 还有像有些像我朋友那个威马汽车 他们那个比方说汽车发布在那里 他们公司总部就在那个里面 那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这种协会 像有一叫世界慢食协会 他也把协会就放在那个里面 而且他很多展览你去看很方便 只要带身份证你去到那边这个识别 然后在这个就是扫他的二维码就可以去了 我去过一次是一次活动主持 那个大厅就举行进博会 国家元首进入的那个大厅 包括上面的场馆 那真的漂亮 比我想象的要震撼 进门处的木雕的一个巨服的展 对 又东洋木雕的巨服艺术品 很震撼 东洋木雕背后那个苏绣 苏绣也很漂亮 然后有很多名家的字画 是 这个是对公众开放的吗 开放开放的 开放的 好 总之它是属于我们上海的一个地标 是我们所有人的骄傲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上海东方绿洲基地 是上海唯一的极拓展培训 青少年社会实践 团队活动以及休闲旅游 为一体的大型公园和培训基地 临近风景宜人的电山湖畔 占地面积是5600亩 请问关于东方绿洲以下哪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A 东方绿洲是世界最大的主题雕塑源 B 东方绿洲内海保留有自然村落 C 东方绿洲有一艘仿真航空母舰 D 东方绿洲有上海最长的清水平台 荣荣达得好快 因为他做一些亲子活动 经常要去东方绿洲 我以前高中旅行军训也在那个 军训 对 在东方绿洲 然后我们集团的培训 也在东方绿洲 来 3 2 1 A B 5 有分歧了 终于不一样了 你们先来说为什么不是A 对 我们是用排除法 首先是确定C是肯定有的 那个仿真的那个航空母航 那是里边最出名的 对 孩子们去了B开 带孩子去 还要玩那个那个什么水路两用的那个车 对 要开一圈男孩子都喜欢的 这个挺有的 自然村落我们也看过 对 然后汪姐说自然村落有的 对 清水平台我觉得也有的 也有的 那么排除法好像雕塑跟那个没什么关系 我没听说过 根本哪可能 我哪有三十月的B呢 我去几次东方绿洲那个 航空母舰看到过的 清水平台知道的 雕塑的 对 应该也有雕塑啊 自然村落我是没有看到过 因为你住里面 它都是各种各样 像宾馆一样的嘛 都没有看到过自然村落 不是 我本来有个意义 我也想填A的 后来看到柔柔 啪一下一个B 我想她心里应该比我有数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有没有自然村落 我比较相信第一感觉 他被汪姐的我看到过震慑到了 好 钱老师又补充 应该是B 我们东方绿洲里并没有自然村落 但是在清浦的另外一个新的公园 叫青溪郊野公园里 就保有了这个自然村落 这个自然村落的名字叫做莲湖村 最美村落之称 位于青浦区西部的金泽镇莲湖村 是上海首批九个乡村正兴示范村之一 也是上海唯一一个长在公园里的村庄 莲湖村以大莲湖为名 六千亩湖水盛开莲花 从春季开挖的莲藕 到夏季饱满的莲棚 都是大莲湖的慷慨馈赠 一湖而生的莲湖村 人与自然再次和谐共生 使得清溪郊野公园 更添别致韵味 好 恭喜区内队得十分 好了 那么青浦知多少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两队的得分情况 又打平了 又打平了 有看头了 对呀 接下来比赛会很激烈 我马上要进入的是 青浦24小时 本环节是由万商与博会联合 呈现万商与萌服温暖24小时 这个青浦24小时 首先来看一道题目 17号线2017年年底通车 请问从虹桥火车站发车 到达朱家角 大概是花多长时间 请亮题板 40分钟 28分钟 这么精确吗 对 我看着他们挺精确的样子 我们算了很久 不是说 还有算的 你们怎么算出来的 公式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家离虹桥机场 开车10分钟 然后我从家里开到 朱家角40分钟 那如果我从虹桥机场 开到朱家角 应该差不多50分钟左右 这样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就换算了一下 如果乘地铁的话 算是三分钟一趟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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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隔 间隔 然后大概30号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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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站差不多 可是每一站停两分钟 十来个站就已经20多分钟了 再加上路上的时间 还要停站 还要停号 还要上下课呢 对 那我们再改一下吧 你们40分钟 为什么40分钟是怎么来的呀 就我们考虑到要有停站的 如果你单算直接开的话 肯定是要 没那么长时间的 直接也都摟雨了 因为如果能顶血 就只会至少顶两分钟吧 真的 他们这队还蒙对了 一分不差 谢谢 那我怎么办呢 你看这就是17号线路途 它从红桥火车站开始 可以直达我们东方绿洲 非常方便 而且在就是节假日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开车反而堵 不如选择轨道交通会更方便 更便宜 对的 所以我顶着呢 到自家国呢 开车过去 然后吃一顿 然后再回去 过这样的一个非常惬意的生活 这叫保口服 不叫补身器 不补身器 自家国不过影响最深的 就是放上脚 放上脚 因为我去自家国 小龙光是从啥都起床 不到时间我也得到啥都起床 六公分 我叫老老啊 还是六公分 从到自家国 一亲不定好 就我去自家国了 老家自家国叫个网子 我把病人没给网子 有这母兜啊 对啊 有这母兜啊 像亲了背有这母兜啊 对啊 我这次去主角角外拍阿斯 有两个老渔民 然后有一个小船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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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会钓鱼上来的 我对吧 大概就两三条了 两三条 然后游客可以问他买的 因为刚才二三个都特别好 好嘞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说到亲谱 说到亲谱 怎么能不提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朱家角 每逢周末即节假夜 水箱朱家角总是人气满满 来这的人们期待各不相同 有人冲着放生桥克制园 园京禅院这些古迹而来 有人想在古镇的小桥流水边喝喝茶放放空 还有人心心念念的是这里各具特色的音乐会艺术展 在这个上海保存最为完整的江南水箱古镇 乡村文化 传统文化 乃至海派文化 早已有机地融为一体 那今天 路易要带着我们来了解朱家角的哪一面呢 来到了亲府的朱家角 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到这里江南第一茶楼 因为据说古镇上的老人每天的生活 都是从这座茶楼开始的 江南第一茶楼坐落于北大街上 始建于清朝末年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古镇上的老人都有喝早茶的习惯 这座百年茶楼为他们保留了这个传统 每天早晨准时为他们开门 为他们免费提供茶水 全年无休 那么这座茶楼里面的早茶究竟有些什么呢 跟着我去看一下 哇 风格非常的古朴 但是我有个问题 现在我们是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我看了一眼 这不是说朱家角的江南第一茶楼吗 怎么人都没有呢 我问一个服务员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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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一下 问你一个问题 这里是朱家角江南第一茶楼 一定是生意特别好的 在我问一下当中 但是现在九点半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因为我们的早茶九点钟前已经走了 完了 老爷子 九点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 九点之前客人多不多 多 这边都坐满了 全部都坐满了 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问题就来了 你知道这一座茶楼早茶是从早上几点开始吗 你猜一猜 这座茶楼早茶到底是从早上几点开始的呢 因为店员介绍说九点钟 老爷子们都已经回去了 请量提办 早四点 也说四点 这么早 我一下四地中啊 这个我们队是有点小分歧的 我跟彼得觉得六点钟差不多了 所有刚刚四地中 一刚退了 一刚老弟中退了 但是早茶倒是这么回事 因为朱家乔我没去过 但是我在泰州吃过早茶 就但凡吃早茶的地方啊 七点半以后 你基本是吃不到东西了 所以后来曹老师说四点 我们觉得也 说四东西 你地中不是这样的 还湖边了吗 应该刚刚从老年经过生过来 早上是比较早 干嘛嘛 至于四地中才能吃过 可是负有压力吧 我说四地中 拿下四地中是为啥 那听王家一个 太有反应出的 太有反应出的 对 为啥 我们爬了阿龙老师 来四角给你开走 四地中 好 那么到底是几点钟开门呢 是更早 还是要晚一些 来请看 那么正确答案就来了 能不能告诉我们 我们早上是凌晨三点半就开门了 凌晨三点半就开门了 凌晨三点半就开门了 对 为什么会那么早开门 因为当地的老爷子习惯了早睡早起 他比较早 现在三点钟就在门口等了 对 以前你们本来是几点钟开门的 以前最早是五点钟 五点钟 一点一点往后推 一点点往前推了对不对 为什么会一点点往前推 因为老爷子来的早了 早了 我们要开门早 要早一点准备好 天呐 大家是越起越早了 所以做你们服务员也很辛苦对吧 我们是有 早上有一位大叔 老爷子来开门的 去大叔来开门 大家都很辛苦 那我还有个问题 据说是免费的 我是道听途说的 是真的假的 对 免费的 那为什么大家可以免费来喝茶呢 因为习惯了在这边喝茶 我们这边服人也好 服务也好 是 那时候每天是给他们安排好 茶叶他们都是自备的 茶叶是自备的 对 有些自己带的 所以我们也提供的 我们逢年过节 什么崇洋节这些都送的 有茶叶什么礼品送给老爷子他们 虽然平时老爷子是自己带茶叶来 但是这家店平时逢年过节 还会送一些茶叶给老人家 对 是吗 你们做得太好了 那么今年新年的时候 有什么特殊的礼节 给到我们吗 特殊正月初一 我们长官会庆次来泡茶什么的 给每一位老爷子送茶 还有礼品准备好的老爷子 也给我们会发些很薄的 对于我们茶楼来说 老人们都是我们这里的老宝贝 我们都喜欢 很喜欢她们 很爱她们 正经她们 好暖心这座茶楼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早上三点半就营业了 你答对了吗 四点营业得好早了 但正确答案还要早三点半 三点半 我估计就是 它这个农村里想起来的老早 农民在日子要做毛日 毛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想做 而且三招就得一共 所以呢 以来就想起做起来了 那到这个手柜里想起呢 就是可可包子啊 大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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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茶楼好像就多了一个 在那里要住一天的理由了 对吧 那就连轴转是吗 吃饭也消吃早茶 要体验一下这个茶楼的 这道题你们都不能加分 好 而且答案也一致 是 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过年期间 相信大家大鱼大肉吃的肠胃特别的油腻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清停肠了 比如说上海人特别爱吃 可以切做 对吧 那么配可以切做 应该配点什么呢 就是酱菜了 看一下我身后 有一个酱字 在朱家角啊 就是有那么一家老店 始于1886年 据说这里的酱菜 又好吃 那么味道究竟是如何的 我带着你去尝一下 一走进来好香啊这个味道 各种各样的酱菜 我大概看了一眼 十几二十样绝对有的 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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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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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 我问一下啊 现在这个季节 你推荐我一样酱菜 哪样比较好 推荐哪样 这个二十块一斤酱瓜的很好吃 我们来看看是哪个酱瓜 这里有好多酱瓜 双舒服的 这个酱瓜 对对对 它有什么特点这个酱瓜 这个酱瓜又干又嫩 又像化美的味道 很好吃的 又干又嫩 又像化美的味道 切切块啊 嗯 甜甜的 然后咸咸的 好好吃 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咸 味道适中 都特别选来 特别好吃 嗯 这有个五美的味道 还有什么给我推荐的吗 还有什么 萝卜头 这个有什么特点 这个是五香味的 是我们老字号的招牌 又香又脆的啊 还有五香味的啊 这个东西 又香又脆 可是萝卜头 嘎小又饿 很少看到 脆 五香味也很重 哎呀 可是因为做 通通巧无奇了 这一一一一就 隔了五香味 那观众朋友们 我的问题又来了 在这么多的产品当中 曾经有一个产品 在一百多年前 在国际上 就获得了大奖 你知道 是哪一样产品吗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VCR 这个酱菜店很有名 在看的时候 大家已经开始议论了 多少人自己去酱菜店 买过酱菜的 我 我 我刚一上来 就看到他了 美乌 这个宁波人家家早饭 必吃这个的 我觉得近几年 近十年都没有见过了 哎呀 老茶菜的饱了 稍微的水油啊 水油啊 水油啊 水油 它是像烤腹一样的 醉过的 很咸 来 我也没有吃过 来尝一下 老五味 我真没吃过这个 你特别细 我也 看见那块子不 本着 烤腹 美乌美乌 大家先可以来品尝一下 我们再来看你的答案 你觉得死无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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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哭 我哭哭 哎呦 这家的酱菜真好吃 我们让汪姐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每一道菜 你觉得死无米的 名称 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是老婆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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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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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是玫瑰乳 这是山姜果 酱姜果 酱姜果 这是应该米毒咖菜 米毒咖菜 这是玫瑰大豆菜 这是叫美菇 又叫醉菇 好寻想啊 我们都是上海人 都吃这些 有一个山东人 能不能吃个吧 是啊 我经常去视频里的这家酱菜店 真的 对 她说她刚举手了 她说她去自己买 好 今天我们的汪姐还要PK一下 她自己也做了酱菜 拿到我们现场 来吃吃酱好吧 跟咱们宇宫吃 我一年老婆腿 老婆腿 好吃吗 好吃 喝啥不吃 好吃 我把个柠檬 柠檬 好 好吃 如果大家在家里想要做的话 有啥秘诀 看着就这些 但是最比你上楼 这条皮 一年 不要太整理 一年 只有两次冲真的很 不要这样 两次冲起来 最好 最后能够把水皮 酱 把点露出 酱油 糖 除辣 以后会被柠檬 对 你怎么用过 一个样多 一个样多 大家都可以自己来试一试 好了 品尝过之后要量体版了 哪一个菜 来 请量体版 玫瑰芙芙 大头菜 这个玫瑰芙芙 你们知道这个 在很多很多年前 在19大概一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巴南马国际博览会 当时中国的老土品牌 各种食品去吃下去了 在刚刚刚说的鼠叶 一般这个鼠叶 离水有一款茶叶 叫惠明茶 也是巴南马金奖 对的 巴南马金奖 当时它是分六个档次的 但这个玫瑰芙芙 就当时火金奖了 很确定对不对 这么有把握 我觉得除非我记错 那到底有没有回答正确呢 我们通过BCI来揭晓一下 今天这个答案出得 非常的奇特 因为平时我们都是有一个专人 给我们解答答案 但今天不是 我们往上看 其实就是玫瑰芙芙芙 在1915年巴南马世博会 获得了金奖产品 你猜到了吗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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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刚才这道题目说到了 酱菜啦 芙芙芙啦 这都是我们江南地区的人 吃早饭最爱的 就是泡饭加这个酱菜 据说汪姐自己酱菜都会吃 不泡饭 我说是泡饭的 我说是泡饭的 你们也会泡饭的 那泡饭上 有得吃泡饭的 泡饭做了 各种做法 泡饭上有得吃泡饭 对吗 帮个青菜 青菜 这里也不知泡饭 就是拿水 马拉里山 对吧 有种鱼泡饭 鱼泡饭的帮个酱油 最好有得自己帮个鱼泡饭 一天后头头的 有得海湿泡饭了 对吧 龙虾泡饭 这过来一天太过去 对 外面都是 当一天生活好了 生活食品里 你刚刚都要吃也好 当回到老早自己 吃泡饭跟泡饭 理发开更加热 老早里面有啥钱 吃了 同时只能一直 能到这个位置 你就是不能吃香 不放泡饭 你最后二位 他不能一年给讲菜 对 做菜 讲菜了什么 对 不能讲菜 因为一定要配好自己 其实北方人最初来到上海 他们觉得泡饭这件事情 看不懂 韩芳 韩芳是不是 我来的时候 我一看很多上海人 吃泡饭 我特别不理解 因为在我们老家 我觉得是生活条件不好 因为工作忙 吃不上饭的时候 才会拿开水泡一泡饭 放在炉子上 稍微煮一煮 就很惨的 特别惨 然后到上海 我发现 人人都很惨 所有的上海人 都喜欢吃泡饭 特别是那些 在国外的上海人 我问他们 他们说最想吃的 就是什么 毛豆咸菜和泡饭 特别想念的是这一口 我今天早上 就是吃完泡饭来上班的 对 我吃的吧 车就是食物跟给了钱 我老师泡饭是什么样子 有一条鸡 所以把他冰箱里 有冰冻了 对 因为我要上学 他躺了 我就把他泡饭 对 对 对 因为泡饭 现在温度有感悟来了 可是泡饭又老师 老师 这个鱼冻会不会有点新呢 不会 很好吃 你一定要试试看 不 新的 所以我跟上海人老长人 看这个 一刷五斤 我把泡饭切了一下 要吃要多八个 有个冻 好像那个五斤 最好有五支 对对对 这个 那五支也倒到一 所以它冻一下 大了五支 还有泡饭切了 可泡饭 泡饭吃得了 是 泡饭都 可以 泡饭 可以 泡饭 泡饭 可以 我好像是百搭 我记得我小时候 陪有点儿老师 对对对 不上次没有人 陪有点儿老师 好 好 我们马上进入了 是生活在青浦 那分别一粒米指什么 知道吗 它叫薄稻米 一枚果就是白鹤草莓 草莓 一颗菜就是炼糖焦白 一条鱼指的是绿色的水产品 好 那接下来到底是和什么有关呢 我们来看一段VCR 提及青浦区白鹤镇 自然而然会想到草莓 白鹤草莓自1983年起引种 经过三十多年不懈努力 不断发展壮大 全镇种植面积稳定在6500亩 草莓也成为当地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白鹤草莓多次参加全国草莓文化节 平平获奖 白鹤也随之成为国内外主要的草莓产区之一 享有中国草莓之乡的美誉 那到底白鹤草莓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先来到了在我们的青浦区 比较出名的白鹤草莓园 在我身边这边负责人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边的话 是青浦的白鹤草莓园 我们的园子有两种的栽培方式 一种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 地栽草莓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技术 无土栽培 也是用在高架上面的 无土栽培的技术 你们这儿的草莓 为什么这么远近闻名 大家都喜欢 因为上海人 喜欢吃本地地产农产品 新鲜 优质 甜不甜 你们知道草莓 甜 真的甜吗 真的 我能检验一下吗 可以可以 好 来来来 你给我选一个 你知道我在上海电台 以这个说实话著称 如果不甜我就真的说不甜了 好的好的 所以你确定这一颗是甜的吗 甜甜 包甜 好 我们试一下 好香啊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很少吃到有草莓味这么香的草莓了 而且甜甜的带一点点酸 我觉得上海人一定会特别喜欢 是 你们这里有草莓得过全国性的金奖吗 有 真的有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在白鹤草莓园究竟是哪个品种的草莓得全国金奖最多呢 好 我们题目已经出现了 这个选择就在我们的台上 分别四个品种的草莓 红颜 张鸡 淡雪 小白 这四个里边哪个是得金奖最多的 要不给大家先尝一下好不好 对 吃一下 我们分别给大家尝一下好不好 我们得尝了才知道哪些最好 张鸡来了 张鸡 一会儿我们会请上白鹤草莓的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解析 红颜的吃 张鸡在躲 张鸡在躲 张鸡 我们来说吧 负责呀 我觉得张鸡的好吃 好像红颜的比较甜 张鸡的比较糯 这个淡雪的可能味道稍微淡一点 淡雪味道淡 小白这个好吃 我觉得 对 你觉得小白最好吃 对 我觉得这个好吃 对 我觉得这个好吃 小白要老底 张鸡要老底 红颜呢 我是觉得它吃到嘴巴里面的比较有 我喜欢脆的那种感觉 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绵绵的那种 糯 我喜欢脆的 然后呢很清香 嗯 我觉得三米子红颜最好吃 嗯 哪像能够到红颜之后 对 三米子 跟草莓泡河光一样 这个 但是我前后呢 觉得张鸡 张鸡 张鸡比较美好 对 我跟草莓泡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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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草莓跟红草莓放在一起 它的味道立刻逊色了 但也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吃太甜口的 他可能想吃点清爽的感觉 然后张鸡的感觉 其实它有点奶油草莓的感觉 对 就好像奶油草莓 对 你会老像的 它的香味很足 好 明白 来 两组写答案 请亮摆 本国草莓 您将有机会获得 节目组提供的 价值188元的 白鹤草莓 笔合一份 一共六份 我们将在节目首播结束时 立刻开讲 本节目由 微乐口腔赞助播出 再忙也要关注口腔健康 本节目由 大连张奶奶海参赞助播出 吃海参就找大连张奶奶 本节目由 万商与博会赞助播出 同事与荣 这里省更多 请亮摆 红颜 红颜 你们都不觉得红颜是最好吃 但是选的都是红颜 因为它很传统 时间够长 那它时间够长 然后如果品质足够好 那它可能得的奖会比较多 那这边为什么选红颜 它肯定是很传的 很当地的 其他很多都是引进的 传统的 肯定一来当中 整体分数比较强 都引进的 从这个外貌看起来 口感我觉得还是 就是比较能够听 综合性 它还是比较好 这样我们请出 来自白鹤草莓圆的刘经理 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来 欢迎你 这件事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草莓是红颜 它的草莓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成一个鸡心的形状 是长得比较标准的 我们大家所 众口受制的这种草莓 对 然后它的口感咬上去 比较脆硬 然后有一种酸甜的风味 来 张鸡 张鸡 张鸡的话就是我们 口口相传的奶油草莓 就是我们张鸡这个品种 它最早起源 也是起源于日本 然后很早很早之前 引种到中国来的 这一个草莓入口比较软糯 然后回味有一点甘甜的味道 然后它的香气 张鸡草莓在成熟之后 闻上去那个香气 特别最容易 奶油的香味 对 所以我们叫它奶油草莓 淡雪这个品种 是起源于日本的奈良 然后它是白草莓的一种 它跟我们之前 前两年比较火的 白雪公主的区别 就在于 它的果实在成熟之后 表面会有一层 淡淡的橘黄色 它会表现出橘黄色 不是纯白色 小白的话 它全称叫做金椒小白 然后是日本的白草莓 引种到中国之后 在被我国的 那个育种专家改良过的 小白有一个最特别的特点 我们把它咬开之后 说咬就咬 里面是没有那个芯的 把它咬开之后呢 一个是它没有芯 第二个的话 它的果肉里面 完全都是纯白色的 这个就不是 你看 所以这一道题目 获得奖项最多的正确答案 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是我们的红颜草莓 最传统的 那在最传统的草莓当中 能够获得最多金奖 这说明你们白荷不容易 是 那我们又关心它的价格了 这当中最贵的是哪一个 最贵的话呢 淡雪 淡雪的话 现在在市面上价格大概在80元一斤 对 贵的 小白呢 现在因为产量比较低 在市面上还不是很常见 它的价格跟淡雪差不多 一般在60块钱到80块钱左右浮动 张鸡呢 跟红颜呢都是差不多的 大概在20元到30元一斤 比较亲民 差那么多啊 价格 对 其实现在在上海的草莓园 卡展亲子活动特别多 对 小朋友可以摘草莓 对 我觉得我就陪孩子已经摘过两三次草莓了 我也是 我们过生日都在那儿 你们有没有开展这样的活动 有 我们园区呢 有那个小朋友过来采摘 然后我们的园区有一个立架的草莓 无土栽培的 都是在地上的 对 我们摘的话呢 小朋友只要伸手就可以把它摘到 大人的话呢也不用弯腰 脚上也不会有捏 非常方便 那天我去的是周一去的 然后我说 我一进去我说 为什么都没有大草莓 都是小的 几乎没有了草莓 被采光了 我说天哪 对 她说周六周日都在采草莓 家庭过来采草莓 对 白鹤草莓还有草莓节对不对 对 每年几月份 我们大概在每年的二月底到三月初的时候 会举行白鹤草莓文化节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那么说到草莓 我们当然还有一样东西 也是我们的特色 来回家看一下 咱们来 这是什么 炼堂 焦白来了 焦白来了 其实焦白现在并不是当季 焦白应该是什么季节 夏天 夏天 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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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堂每年也举办焦白节 就是在每年的六月份的时候举行的 那么说到这个焦白 哪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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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白一种煮饭 这种煮饭就必须 高白要新鲜 要相当新鲜 所以把它切成丝 用一年一年 年好之后才来就难不 切了完蛋了 然后呢 我们这里还有胶白杆 胶白杆你怎么做 胶白杆是用那个新鲜的胶白 把它切成丝 然后在盐里面稍微腌一下 然后就把它在太阳里面晒干 那么能切发子呢 烧的时候先用温水泡一泡 泡软了以后 然后再跟肉一起烧 跟烧那个笋干烧肉差不多的 是练糖所自己研发出来的 我们练糖的水之后很深 对 嫩胶白25斤才能做一斤胶白杆 那么可能刚才一斤又多少 胶白杆大概一斤在60左右 想想也不贵 你想你把它还原成25斤胶白杆 对 那练糖胶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而且胶白杆已经十年了 成为一个著名的农师活动了 这个胶白还做了一些衍生产品 像这个就是胶白叶 胶白叶给支出 还有包括这个也是 也是胶白叶做的 这个都是青浦的飞仪项目 很漂亮 稻草的吧 胶白也知道 哦 还有一股清香 胶白香 对 好香啊 就像玉米的那个叶 对 所以练糖镇的人民 真的很有智慧 空满智慧 接下来要来到我们台上的这个 也是来自于练糖镇的 也是带了一个青浦的飞仪项目 农民们唱的是青浦甜山歌 最初的那声吆喝 是发自练糖甜山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张永莲老先生 甜山歌是由劳动人民 自己创造的一种劳动歌曲 既能抒发劳动人民的情感 又能陶冶情操 解除疲劳 2007年 青浦甜山歌被列为 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被列入市重点保护项目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张永莲老先生和他的后辈们 这样我可以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老先生叫张永莲 他是国家级飞仪传承人 那张老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啊 继续啦 把这学习的 把这学习的 生气几靠 好 那么这位应该是传承人吧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那是张永莲老先生和我三次 经营人类叫杨瘟风 杨瘟风 总是我第三个意见又忍于了 那这位呢 是我们在学校里做传承工作的 我们我的学生 你叫什么名字 几岁了 我叫陆家琪 今年十岁了 十岁 你学几年了 甜山歌 一年 一年啊 你觉得好听吗 好听 那我想问一下杨瘟风啊 甜山歌的历史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概有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甜山歌 我们亲谱甜山歌呢 我们是属于炼堂的传承基地 在我们那个炼堂传承 也就一千多年的历史 那么我师父呢 唱了六十多年的甜山歌 我自从从事文化工作以后呢 就是跟随那个张永连老先生 学唱那个头歌 确实我们甜山歌 从学的角度来讲 比一般的名歌 通俗歌曲 流行歌曲都不好学 很难唱的 所以我学了十五年 还没有真正找到那个师父 在田间劳动时候唱的感觉 我知道现在你还在一所 希望小学当中 教孩子们唱是不是 我们在那个炼堂的 小曾维死希望小学呢 已经五个年头了 我们甜山歌的传承工作呢 从娃娃扎起 就是让小朋友 从小就知道我们家乡 有着璀璨的那个 民间文化艺术 哇 点赞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两队啊 各派一个嘉宾 来做一下模仿 我们也来一次现场教学 我们就唱对山歌 一男一女 这边也一男一女 当然我们也要有请出 《为乐口腔》的吉祥物 来为我们评判 这一轮谁会胜出啊 来 有请我们的吉祥物 王姐 你下来了 别请我 我真上不来吧 都来了吗 你还来举行为啊 对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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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我 好 交完了 要回课了 模仿 先往彼得组 开始 我来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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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会的 明确你倒了刚才会了 还可以 还可以的 来来来 我去外腿 还有一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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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汪姐还有那个韵味 邓典剪了 我们先请老师点评一下 我认为唱得还都很好 都很好 你今天这个点评很厉害的 你点评的是 国家阶南高音的演唱 好 我们要请 《为乐口腔的吉祥物》 来判断一下 哪队可以加分 好 我们要请《为乐口腔的吉祥物》 来判断一下哪队可以加分 都加分 谢谢 谢谢 刚才只是热身题 两边是都加了十分 接下来还有一道真正的题目 我们一会儿老师还会给大家唱一段 大家要在这个题板上写下来 他唱的歌词是什么内容 请出题 《为乐口腔的吉祥物》 在两句当中 叫大家猜一个 我们生肖当中的一样 这是在唱一样生肖啊 对对对 一个动物 生肖 对对对 到底什么动物 来 请料题版 鼠 鼠 你们从哪里听出这是鼠 它里面有一句 什么眼睛绿绿什么的 我听到 小乐 我听到油桶两个字好想 对油桶的 蒸月梅花开到烧 夜油虫眼睛像乌胶 所以是老鼠 你们答对了 祝大家鼠能吉祥 也再次谢谢三位 今天来到现场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那么我们所有题目 都已经答完了 再来看一下两篇的比分 恭喜吃外特的 恭喜你们获得由我们 张奶奶提供的海参 《为乐口腔的艾牙礼包》 还有我们万商荣会 所提供的大礼包 恭喜你们 鼠笛奖没有的 鼠笛奖 没有 那在上海的传统意义上 正月十四就是过元宵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巧 这期节目正好是在 正月十四和大家见面 所以祝上海的朋友们 元宵节快乐 祝新国人民元宵节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